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翟莫 从单人帆船环球航海 到不停靠环航北冰洋 多年来通过不屈的奋斗精神 完成了多项航海壮举 那么在他的航行过程中 都有着打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他又为何会如此痴迷航海呢 带着这些疑问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 来了解翟莫的传奇经历 小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幸福终于见到您了 这就是咱们环航北冰洋的船了 对 那您带我看一看 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因为这艘船是一个双围桿的船 材质是铝合金的 铝合金 因为当时去北冰洋 因为它与那个冰山相撞 如果是玻璃缸和碳纤尾 它会一撞会撞一个洞 就没法修补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被撞了 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凹痕 这是给撞了里面 但还是相当结实的 对 因为它撞了 就是给凹进去了 如果是玻璃缸或者是木头的话 它会撞一个洞 对 结实这个 2007年 翟莫从中国山东日照起航 用两年半的时间 沿我国黄海 东海 南海 横跨印度洋 大西洋 太平洋 完成了自驾帆船 环球航海一周的撞举 成为单人无动力帆船 环球航海 中国第一人 那么翟莫是如何与航海结缘的 在他环球航海的过程中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和扣人心弦的经历呢 翟莫出生于1968年 由于从小患有气管炎 他很少外出 画画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32岁时 翟莫在新西兰举办画展 结识了一位国外航海家 言谈之间 翟莫对航海产生了兴趣 凭借对大自然的探索欲 和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冲劲 他买了人生第一条帆船 随后毅然奔向大海 而初次的航海 就给了他刻骨铭心的经历 第一次我买船 然后从新西兰离开以后 去往汤加 结果在汤加海购那地方 就遇到地震了 也遇到了十几级的那种大风 然后浪高十几米 因为当时我是被浪 给打到那个海里的 因为在船上的时候 特别是一个人在航行的时候 一定要是有条绳子 这个整个绳子 是围着这个船转一圈的 完了又这个绳子 要绑在那个腰上 说浪一旦 你把你给打在海里边的时候 你要顺着这条绳子 再爬到船上来 我掉到海里边 我又爬上来的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并没有挫败宅墨航海的勇气 反倒激发出 他骨子里那种冒险精神 他越来越享受那种挑战自然 然后战胜恐惧的快感 于是他的航海征程 一发不可收 像第一次航海 你遇到了那么多的 这个问题和挑战 包括这种险境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它就不会再往下继续进行了 但是感觉好像对您来说 是越来越有瘾了 这就是探险的魅力 就是当你第一次遇到 恶劣天气的时候 实际上此时此刻的时候 都想到 哎呀我如果能活到 要到一个地方我会再不好了 就说好好的日子不过 干嘛弄一条破船去 但是一旦一生 你挑战过去了 到了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的那种探险的那个欲望 它会不断地去就是加强 不断去提高 它在生死的那种一刹那的时候 它找到一种快感 这种快感就是探险 包括去北冰洋 甚至下部要去南极 是一样的 我在不断地挑战 我自己的那种急性 因为这边也有点 pf吧 字幕志愿者 杂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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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人 它是一 人 的 那这边 可能 但实际上看过很多那种深海的视频 真的是大风大浪 然后乌云遮天那种感觉很恐怖 您身处大海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感觉 我去这个北面 这一圈实际上是 它是一个很恐惧的那种状态 你比方说我们进入了 走的这个所有的海域 还有包括海峡 它基本上都是以航海先驱命名的 所以说那是一个非常难走难航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挑战 您才愿意出海这一趟 如果是风平浪静 可能您就没有这个挑战的欲望了 首先要挑战自己 就挑战自己的那种恐惧与心理 其实当时在做这个航行北边洋的话 又做了很多的愈案 比方说我假如被冻住了 要在那地方生活 要在那地方待到第二年的夏天 那怎么办 第一是寒冷 就一定要做好预寒的工作 更可怕的是 你要面临着北极熊 因为北极熊站起来将近两米多 它如果是到了我们这个船上 它万一它要趴在我们的船 它就会容易把我们的船给趴塌了 灾难性的 宅木用于环航北冰洋的这艘无动力帆船 仪器配置较高 导航系统 电子海图 风速仪 风向标等一应俱全 三人驾驶时也是小心翼翼 不敢掉以轻心 可即便这样 当帆船行驶到北极圈兵区时 无法预料的情况还是接踵而至 他们先后经历了导航失灵 极地气旋 船舱进水等危情 幸亏多年的航海经历 让宅墨经验满满 最终化险为宜 比方这个雾 雷达里边会测出来 哪个地方是有雾 但是你要凭一种什么 凭一个直觉 还有一个判断 你说雾大的时候 你可能视觉里边 可能最多五六米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是完全是靠什么 你靠辅助机来进行航海 就是一点点往前去移动 另外是两个人在同时 都要带到那种撑杆 撑兵 一定要把兵给推开 这就是主驾驶室 对 这是主驾驶室 这是室内就是驾驶的 完了这是海图 然后这是多少度 就是导航的GPS的 你看这是坐标的 GPS的坐标 在大海中的时候 您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 GPS是坐的地方 把握方向 对 然后坐着地方 看着前方 然后如果是碰到兵区的话 然后两个水手 是一个在左旋 一个在右旋 都要瞭望 因为我在外边是看不到的 然后他瞭望的时候 他让我往前走 就往前走 然后一定要提前发现 因为这个船是没有刹车功能 没主意 他可能就跑偏了 跑偏了 一会儿就撞上 极端气候带来的险情 只是暂时的 而漫长航程中 对未知危险的提前预判 和时时警醒 则让航海者 要时时绷紧自己的神经 由此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 会让人身心极度疲惫 甚至到了抓狂的地步 如果一旦进入了兵区 二十四小时是不能休息的 特别是在近海航行的时候 要规避所有的 就是一船船之间就是相撞 实际上所有的海难都发生在禁岸的 因为在禁岸是最多的危险 比方触礁 搁浅 包括什么你说船船之间相撞 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有没有就是突然打个盹 或者是瞌睡的时候 没有 因为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应 因为涉及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它会逼迫你 你的精力必须要集中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我们航海的时候讲究只有一句话 叫航海五小时 一件小时都会导致你船回人亡 这里就是宅墨号船舱的生活区 在我的身后是一个大概不到两平方米 但是功能很齐全的厨房 远洋航海 安全和生存是最最重要的前提 那在航行过程当中 宅墨是如何保障生活所需 它又是必须要掌握哪些独特的生存技能呢 这东西就是保持稳定性 它永远就是 你比方做这个汤的话 有个锅一直在卡着 卡着的地方它永远保持到平衡 你看 它如果是风往这走的时候 它一直在平衡 上面永远不会翻掉 那咱这些食品都储存在什么地方 储存在这个冰箱 还挺大这边界 这个冰箱一般的说 有我们就常吃的 是带的罐头是最多的 我们真的有大米啊 比方说我们要航行一个月的 要储备粮食乘以三倍 就要三个月 就是根据航程基本上是这样设计的 宅墨告诉我们 当时他为远航北冰羊做了充足的准备 储存了足够一年吃的食物 其中主要是保持期较长的山东煎饼 新疆烤囊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 再就是各种破冰工具 斧头 铁钳 钻头之类 已被遇到浮兵围困后 能开辟出一条道路 此外宅墨还特意购买了好几捆鞭炮 放在船舱 一旦北极熊侵袭就燃放吓跑它们 还好这些并没有派上用场 远洋航行对航海人的考验是方方面面的 除了要熟知海洋气象和地理知识 掌握船只的维修维护技能 还要有一身过硬的户外生存本领 有了这些才能让漫长的旅程 在平安之外 亦能享受自然的馈赠 你比方说你的水不够怎么办 但水不够一个是接雨水 另外是叫搜集露水 怎么搜集露水就在一个坡里边 罩上一层黑色的一个塑料布 就是放在水里边 每天都有一瓶的水 叫露水 就相当于蒸馏水 就宝贵的淡水 对 就是像这些海货 应该你是能经常吃到的 对 一般的意思 我们总能钓到鱼 包括再次去北冰洋 我们钓了很多的像三文鱼 金枪鱼 还有狼鱼 有很多的鱼 就是我们去了世界上 总共有四大鱼区 我们去了三大鱼区 就感觉很快就钓到一桶 另外是你要学会自救 因为你比方说 容易出现意外的就是骨折 你要学会给自己怎么打甲板 还要给自己打架 对 我还给自己封针 然后当时花了一道口子 因为那个恶劣天气 就是首先要把那个 就是伤口要做到最小 没有什么打麻药的概念 那种痛就是首先是活着 随着航海里程的不断积累 宅木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 近几年 他亲眼见证了一些地方 环境和气候的变化 由此他航海活动的重心 也由最初的关注个人价值实现 转变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这样的社会议题 这一路上您看过很多的海 您感觉现在咱们海洋生态方面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海洋的温度的增高 或者海洋的一种就是污染 都会对我们人 人类居住的这个陆地 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比方说饿了天气的出现 2022年的时候 我从北太平洋回来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是一个礼拜三次台风 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礼拜 只能产生一次台风 我们采访期间 翟莫正在准备他的环航南极洲行动 本次航行从上海出发 沿东海到南海 经过新西兰绕过好望角 最终到达南极洲 启航时间拟定在2024年12月 翟莫希望借助本次活动 呼吁更多的人 关注全球气候问题 以其共同保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这是您的 这是我的工作室 这批画主要是我的接触航海以来 说创作的 就是很多的作品里边 都由以海洋作为元素的 我看这每一个画的角落里 还都有您标注的一些数字 这些是 这个是经纬度 就是比方这幅画 我作与什么时间 然后在哪个位置 此时此刻看到这个画 就是您当时看到那个海的样子 也是遇到了一个恶劣天气 一个低压来了以后 所产生的那种巨浪 其实我很不愿意看我的画 因为一看我的画 我会想到那个时间 我所经历的险情 在漫长又孤独的航程中 画笔是宅墨忠实的朋友 他用它记录海面上的气象万千 又用它描绘内心的五味杂陈 艺术与航海就像宅墨的左右手 配合默契 互为依托 近几年 宅墨致力于在中国推广航海文化 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喜爱上帆船运动 在与风浪的搏击中去探索未知 领略大海的魅力 从而增强大家的海洋强国意识 现在您也是在很多地方建立了这个 帆船的学习推广的基地 在这一块您觉得应该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 传授什么样的这种海洋观念 因为经过我的近年25年的这种航海的一个经验 实际上就是说我最想做的就是 从南到北都想建更多的航海学校 让更多的青少年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来接触到航海 因为这个航海它是所有的学科里边 最综合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专业了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也包括木工 千工 断工 各方面都要去学习 另外是让更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我们的国人去了解 增强这种我们的海洋意识 责任越来越重了 现在的宅墨正为接下来的航海活动锻炼体能 又是那个因气管炎而身体虚弱的小男孩 在与海浪狂风的不断搏击中 以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 勇往直前的汉子 回望过去 宅墨感谢曾经的自己 其实我在每次我在海上遇到了恶劣天气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的是得病的时候那种状态 实际上它反而什么你给我了一个 是我的生命更顽强的一种相当一个历练的一种 一种叫催化剂似的 其实每次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会想到那个就气管炎就是一喘气的时候 憋着就是一口气那种状态是就是很有类似 但是我要一定要是站起来给自己打气 一定要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价值 人类伍边人养人